恒大事件又有一些新的新闻 其实恒大事件拖那么久 最终还把他老婆给放跑了 两个人还正常离婚呢 这都是不正常的事情 但是现在更不正常的事情 我们又看到了 新闻里面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恒大老板 许老板的这个老婆 许家印前期资产 被英国的法院冻结 但是这个冻结之后呢 居然可以允许他每月花费 两万英镑 两万英镑是什么数字啊 简直是太厉害了 这个普通老百姓 一个月能花多少钱 能挣多少钱 他就可以每月支配 两万英镑的生活费 简直是太厉害了 而这个据说是穷苦出身的丁玉梅 现在的在伦敦的生活 是不错的 住在Times City的这个豪宅里面 而他拖欠的这些 很大集团拖欠的这些资金啊 正被他每个月 这样一点一点花掉 不说花掉两万美元吧 两万英镑吧 把这两万英镑 变现了以后存起来 那他这个后半辈子也无忧了吧 Lewa 你